美国B1B战略军炸机星期三 在美韩联合空军演习期间飞越了朝鲜半岛 较早前一个星期 北韩试射了一枚能够击中美国的洲製弹道导弹 这架军炸机和F-22以及F-35隐形战机一起 在某军事演习现场参加了 南韩参谋总长所说的模拟攻击行动 南韩军方声明说 演习显示他们猛烈回击北韩核武及导弹威胁的意志和能力 美国和南韩星期一开始为期五日 警戒王牌军事演习之制 正值朝鲜半岛紧张局势逐步升级 这次连到美韩军演将会罕见地 有大批美国最新一代引申战机参加 感谢观看 本能很感谢观看